最新的预测 山陀儿台风可能从西南部登陆 但是花莲已经连续下了 第三天的大雨了 特别是秀孤沦溪的水位持续上涨 那么距离变桥只剩40公尺 连线给记者许一场 好 主播观众 我们现在持续在花莲域里 带您来看到这个台风 山陀儿所带来的影响 可以看到现在雨势是越来越大 而且是越来越有感 这个大雨在山陀儿台风的影响之下 已经是下了第三天了 你们可以看到在秀孤沦溪这边的水势 是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大了 我们再度带您来看到了高辽汴桥这边 可以看到高辽汴桥 已经是被秀孤沦溪严重的冲毁了 而且现在这个雨势越下越大的状况之下 这个溪水的水势恐怕还是会持续的在上涨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可见度是越来 能见度是越来越差了 那么前方的这个秀孤兰溪呢 是已经非常的波涛汹涌 这个水花是一波又一波的 可以看到呢 现在秀孤兰溪的水呢 已经往上持续的淹了 这个水势是越来越高了 那么已经淹到这个高滩地上 那么距离桥边呢 只剩下大约40公尺 那么这高辽汴桥的最新状况呢 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他们很像有在规划说 要改成钢汴桥的方式 但实际的方式可能要跟谢布那边确认 会在那个过水段的部分重建汴桥 依照昨天现场勘赛的话 是大概是100 会有一段40米跟一段西侧40米 东侧80米的钢汴桥这样 那么可以了解到呢 还有部分的知名是不知道 原来高辽汴桥已经变成这副模样 不能通行了 还会就是到这个桥边来 准备要通行的时候 才发现不能通行 被拦阻下来只好折返 那么这个高辽汴桥的后续修复呢 得等到台风过后才能来进行 那么在这个台风的影响期间呢 这高辽汴桥的状况 恐怕还会更加的严重 那么工程单位呢 都要等到这个台风过后 才能再来评估后续要怎么样的来收复 还有要花多久 那么预估呢 至少要花两周以上来收复 那么后续呢 可能会考量其他的工法来进行收复 可能会用钢变槽的方式来收复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的真情声音 再把实验镜头召唤给Rip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